世上行荡甚多 唯有说书难习 说眼评表非容易 千言万语虚计 一要声音嘹亮 二要顿错持极 装文伴舞我自己 好像一台大戏 这个定场诗啊 常说 为什么今天还要说 因为这段书正说到 王左说书 简要的要给您把前面的故事 勾勒勾勒 金乌珠入侵中原 岳飞带领岳家军 抗击金兵 那么现如今呢 两军对垒就在小商河畔 有岳飞麾下参谋官 此人姓王明左自文成 原本是洞庭湖水扣羊腰的部下 后来投降了岳飞 王左自断一臂 要效仿昔日 要离赐庆祭 吃这条苦肉祭 我诈降金乌珠 到金帮大营 我找个机会 赐死乌珠 自然金兵瓦解兵修 这场仗就不打了 王左想的挺好 苦肉祭啊 也真算成功了 来到金营 口吐莲花 巧舌如簧啊 说的金乌珠啊 还真就相信了 把王左留在营中 封你一个苦人儿 没这种官 打我这封你苦人儿 你在我营中随意行走 你太可怜了 而且以言是残废之人了 我就把你留着 收留于你 这么着王左留在营中 这苦肉祭算是成功 成功的一半 王左呢 就想方设法要接近乌珠 好行刺 但他这一看 坏了 甭说自己啊 言断去一臂 就是我两条胳膊是全的 我是个完好无损的人 刺杀乌珠 势必登天还难 乌珠太勇了 怎么样啊 王左就在金营之中说书 借着说书为名啊 实际上是探听金军的虚实 这一说书 王左发现了 就发现这位二殿下 完颜乌赫龙 不是金邦人 小伙子长得 很好看 而且的关键 有阳刚之气 威武 又有本事 跨下马掌中双枪 您琢磨 王左就发现 这人是中原人的模样 他就加上注意了 这一加上注意 私下里这一打听 他可就打听出来了 说感情这二殿下呀 是乌珠的义子 不是金邦人 哎 是十多年前呢 有打中原呢 带回来的 而且还打定出来 就是打呀 山西陆安州 带回来的 哦 王左这一琢磨 陆安州 金无珠当初入侵中原 第一站就是陆安州 陆安州的总兵官 小诸葛 陆登 陆子敬 训国 夫妻双双身亡 留下了一个孩子 这孩子的下落 没人知道 该不就是这位吧 王左心里呀 可就动了这念头 有意接近这位二殿下 二殿下 还好听书 单请王左 用完晚战饭 把王左请来呀 单叫唐慧 你单给我姨儿说 王左本身就有意接近二殿下 这一来 王左得了矣了 这就是前文书 咱给您说的 连讲了几个故事 什么叫 李广跟李灵祖孙呢 什么叫苏武牧阳呢 什么叫月鸟归南呢 什么叫华溜向北呀 到最后 连这位二殿下 带这二殿下的奶娘 给他们娘俩一块 讲了一处搜姑就姑 这个孤儿赵武啊 咱现在话说 就类似于 咱们今天要说这位二殿下 乌鹤龙 王左这故事讲完了 问二殿下 二殿下 您看这故事 怎么样啊 好啊 真好 讲了55分钟啊 哎呀 这太好了 哪听这么好的故事 这各位 真不错 您看 这奸臣图案谷 大坏蛋 哎 你别看他对这孩子有养育之恩 那我也支持这孩子最后 把他义父杀了 他是奸臣呢 杀了赵家满门呢 那您看这孩子 好样的 这孩子 虽然说认贼做父在先 可知晓真相之后 能够大义灭亲 这孩子 也是好样的 打个比方啊 假如说啊 这个义父啊 您要知道这要用一个这词啊 比如 您要是这孩子 您怎么样 我 那还用说吗 我干的只能比这孩子更漂亮 那我照样杀我的义父 是是是 倘若您是这孩子 您也能杀 死郎主吗 那是自然 关键我不是这孩子 是不是 你这不就一问吗 好吧 如果我是 我一定啊 照方抓药 也这么办 就是个玩笑 就是个玩笑 这正说着呢 外边脚步声音响 亲兵进来 感情今夜晚间呢 是二殿下巡营 还有军务在身 您在这儿老听书说书 这不整 不能耽误军情大事 所以呢 二殿下一看 那没办法 哎 呃 苦人啊 你在这儿先待着 天色尚早 也不着急回去 正好啊 呃 跟我娘啊 你们交流交流 哎 我这从小听书啊 就是我奶娘给我说书 哎 你们二位呢 都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哎 你们二位啊 多交流交流 我呢 先干公事 二殿下 全身披挂 也没带宝剑 把泪下的宝剑呢 往桌上一放 巡营嘛 又不是打仗 宝剑也没带 到外边亲兵 伺候的上马 二殿下带着人 巡营去了 放下二殿下不表 各位 寝葬之内 可就剩下 苦人王祖 我和这位奶娘 两个人了 奶娘打刚开始 听王祖说书 心里就含糊 讲月鸟归南 讲滑溜向北 又讲搜姑旧姑 这里边都有所指啊 啊 一只鸟 一匹马 一个干儿子 哎呀 这苦人 可不就是个 说书人那么简单吧 恐怕 他还有目的 所以呢 按说呀 刚才二殿下一说呢 这奶娘得推辞 你毕竟一男一女 有二殿下在 还好办 没二殿下 两个人 都这岁数 都这年级 孤男寡女 处在一室之内 不合适 但这位奶娘一琢磨 我正好接这机会 我得套问套问 这苦人 所以这奶娘啊 没反驳 等二殿下走了 两个人自然得交流交流 王祖呢 没话搭了会 夫人啊 您看 您 是哪儿的人呢 我看您这模样 不像 北国人呢 忽然 王先生 老身的我呀 是中原人士 中原人士 我听您这口音 还是北方人 北方人 山西一带 不错 老身是陆安州的人士 哦 哦 陆安州 哈哈 这地儿 我有个朋友 哦 王先生 您 朋友是谁呀 我跟您打听打听 就是不知道您呢 知道不知道 有名的变知 无名的变性 您全认识 有名的不知 无名 您又全不认识 有名的变知 咱别来分合弯成不成的 我呀 提这人 您要知道呢 您就跟我介绍介绍 不知道呢 咱也就滑过去 这人 他姓陆 哦 姓陆 是陆陆水陆的陆啊 还是大陆小陆的陆啊 是陆地的陆 哎 此人姓陆 明灯 表字紫敬 哦 王先生 你提的这个人 叫陆灯陆紫敬 对 当初 他是陆安州的总兵 陆灯陆紫敬 还有个外号 叫小诸葛 您认识吗 好 奶娘不听这话 还则罢了 一听这话 不由得双眉一皱 怎么 王先生 您 还认识 陆灯陆总兵吗 哈 认识 倒不敢说认识 久仰他的大名 啊 听说了 昔日大破 陆安州之时啊 陆老爷 夫妻二人 双双殉国 哎呀 实在是可惜呀 毕竟是国之动量 奶娘心说 你不认识就好罢了 哎 还怕你认识 啊 既然这样 您不认识 陆总兵 陆老爷 您跟我打听 他 有什么用意呀 我呀 好奇 哈 张夫人 陆登陆老爷 夫妻二人 是殉国了 可小可听说 他们夫妻 还有个未成年的孩子 这孩子 这孩子当时啊 岁数甚小 上不到一岁 哎 听说他们两口子死了 可没听说这孩子 下落在哪里呀 好 奶娘一听这话 心说王左呀 王左呀 你可算问到实质上 都这么大圈子 就为了是问这孩子 我呀 给你来个一问三不知 我不知道 王先生 您说这件事 老身不知 I don't know 双语评书啊 什么时候得有点 王左一听 庄不知道 想拿这堵我的嘴 不可能 我接着往下问 夫人哪 哎呀 您说这事啊 还真挺巧 听说陆总兵 这孩子呀 没死 被人救走了 当时他 不到一岁 就算一岁 现如今 这件事过去 一十五载 这孩子要活着 可十六了 您说 咱们这位二殿下 也十五六了吧 这事您说 这不巧了吗 不是 他怎么那么巧啊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呦 当时夫人一听 他这账头够清楚的 连当初我们陆老爷 这孩子几岁 他都知道 当初一岁 现如今十五年过去了 十六 二殿下 十六 他拿这 问我 张氏一琢磨呀 嘿嘿 苦人啊 苦人 王佐呀 王佐 你要真想 问出这事来 今天 恐怕我就不能 让你好过 想到此处 再看这奶娘 站起身形 一伸手 各位 把桌上这宝剑 可就拿在手中 退剑翅 按崩煌 插冷冷 宝剑出霞 望前这一地 王佐 说实话 你 这是不是苦肉计 前来 炸香 就这一句话 各位 王佐 方才呀 认为自己 占尽上风 我今儿非得 把这事 给你抖了出来 万没想到 这张氏一变脸 我刚才 这动作慢 为您各位 看得清楚 这张氏 这身手 各位 那是女剑客的身份 那比我快的 可多的多的多 就这一下 电光火石一刹那 宝剑家 已然对准了 王佐了 又把王佐 吓坏了 王佐 万没想到 这个奶娘 看似 弱不禁风 你老太太 怎么这么厉害 书中得给您 交代一句 这奶娘 可不是一般的奶娘 这奶娘 有本事 除了会击手 宝剑以外 最厉害的 这奶娘会双枪 说她上阵临敌 跨下马 掌中双枪一队 说上阵打仗 那不成 她会这双枪啊 是拿筷子当双枪 会枪谱 会枪招 真正上阵临敌 老太太不成 所以说 你也就明白了 这二殿下 完颜乌鹤龙 这枪招 是老太太穿的 要不然 这二殿下 这么大本事 跟谁小的呢 你要听相声呢 过去人 老先生有交代 您听拔扇屏啊 里边有苦人 这一份 说这位二殿下 这双枪啊 请来了 白善文 给这位二殿下呀 交习枪法 有这么个人 叫白善文 交的这二殿下双枪 白善文呐 还黑恶武呢 这是我们 说现在老先生呢 编撰出这么一个人名来 但这个人物呢 在说阅里呀 从来没出现过 所以实际上呢 并没有这个人 那么按过去说书 老先生说 这枪是谁交的呢 就是这奶娘交的 但奶娘 真正让他打仗 杀人 上阵临敌 他不行 只是会枪招 会枪谱 这么着 拿筷子当双枪 把这枪法呀 就交给了二殿下 二殿下在金邦 不是光跟奶娘消啊 金屋诸位的辩请名师啊 这一来 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础 连同 这双枪 二殿下 这才驰骋僵场 那了不得 所以说 您说 这老太太这么大能耐 又会保健 制住一个 一条绑地的王左 这还算是吗 很轻松 把王左制住 王左一看 哎呦 坏了 呃 王左这一琢磨 我要不说实话 我命丧大仗以内 我死是小啊 苦肉计前功尽弃啊 没人给岳大帅报信啊 我这么不明不白 就死在金邦了 这可不成 电光火石脑子里这一转 王左一想啊 已救就已救了 我赌一回 我倒要看看 这奶娘是谁 这二殿下是不是路灯之子 我跟他说实话 想到此处 王左微微一笑 张夫人 既然您问到这儿了 小可 实言相告 不瞒您说 我这趟来 确实是苦肉计 想行刺四郎主乌珠 不想 见这位二殿下 并非金人 我这才起了疑心 有意接近二殿下 故而 今日 要给他说这段 搜姑就姑 王左胆子够大的 为什么 帐内并无有别人 再一个 就得从这奶娘嘴里 我得问出来 这孩子到底是谁 所以 他也豁出去 赌一把 我把实言告诉你 这一辆实底 再看张氏夫人手里的宝剑 多里多素 可就望前 递不进去了 你 你 你真是施苦肉计 你是岳元帅 帐下之人吗 不错 岳飞帐下 参谋国安 王左 我视野 叹啦啦啦啦啦 宝剑望下的一扔 再看这位张氏夫人 山然泪下不多时 叫泪如泉涌 我可算见着知心人了 我培养这孩子十多年不容易 我早就想让他呀 替父报仇 苦无有机会 今天终于见着亲人了 张氏夫人把宝剑这一扔 站起身形 特地来到大帐口看了看 确保外边也没有一个人 回来这才跟王左道明真相 说王先生 你猜的不假 既然你说实话 老身我也得跟你说实话 这孩子并非金邦二殿下 他的生身之父 正是当初陆安州总兵官 小诸葛陆登陆子敬 此子今年年方16岁 有个名儿 名唤陆文龙 说到今天 这仨字终于说出来了 如是重负 各位 完颜乌鹤龙这名字 不那么顺嘴 要不为说这段书 这名字我估计一倍的 我也说不上 提不起来 但为了说这段书 可您看说也全占原文呢 自始至终没有完颜乌鹤龙那名字 什么时候说都叫他陆文龙 那这事就等于啊 一点秘密都没有了 王左都知道他叫陆文龙了 那还猜不出来他是谁的后人吗 所以说这不能管的叫陆文龙 非得事情挑明以后 有点的奶娘嘴里说出来 此子名唤陆文龙 王左你猜对 王左听到此处 叫又惊又喜 惊的是 真没想到啊 自己猜归猜啊 这跟买彩票一样 这得多得的几率啊 太小了 喜之喜呢 猜对了 这彩票中了 中大奖了 他真就是陆文龙啊 可高兴之余 王左再一想 哎呀 我知道这事 奶娘知道这事 孩子可不知道 这事怎么跟二殿下说 这也正是这位奶娘啊 心中所想 奶娘心里也这么想 咱们俩都知道了 怎么跟孩子说呀 尤其是文龙这孩子 来到两军阵前呢 他杀死岳元帅 麾下两元大将 呼天宝 呼天庆啊 然后又把什么岳云 张献 余霍龙这些人 杀了个大败亏书 那在岳飞看来 这孩子 就是大宋朝 眼中之钉 肉中之刺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现如今 叫他认祖归宗 道返金盈 就算他反了 岳帅那边能不能收留他 这还是个事啊 所以说老太太有顾虑 把这话一五一十 也没瞒着王左 跟王左可就都说了 王左点了点头 说您说的对 这事还真得从长计议 缓途之 不是说等二殿下回来 一条杖帘进来了 这儿王左一说 文龙啊 你不是金乌珠之子啊 那就完了 怎么能信你呢 好 乌珠对二殿下 十五年养育之恩 说不是他爸爸 就不是他爸爸了 陆文龙也不信呢 极有可能一宝剑 就把王左杀了 所以说此事不能操之过急 但究竟拿个什么主意 就算王左这本事再大 脑子再快 当时也没想出来 安慰了奶娘几句 也不能老在这帐里待着 孤男寡女 这时间长喽 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王左告辞说 您啊 容我回去慢慢想 也就是说这事儿 奶娘跟王左两个人 已经说破了 单单只瞒住了二殿下 陆文龙 王左回去想主意 暂且不表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与此同时 咱还得表 表一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也是来头乌珠 您看 咱们常说一句话 乌露偏逢连阴雨 行船又欲打头风 这儿有个陆文龙就够可以的了 不成 说书人呢 还得给金乌珠这边增加实力 又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姓曹 叫曹宁 姓曹明宁 也是一员小将 他的父亲 您听前文书 已经若干回之前了 献黄河投降大金的 黄河节度使曹荣 这是奸臣 是叛徒 奸臣投降大金 家小跟着也到了大金 曹荣有个儿子 就是小将曹宁 等于曹宁呢 自幼也在北国长大 曹荣这本事啊 不在二五眼以上 不在二五眼以下 单就在这二五眼上 武艺平常 但他这儿子 天赋一饼 这孩子比他爸爸 强太多了 咱就说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长江水后浪推前浪 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 一浪更比一浪浪 对 这曹宁比他爸爸要厉害得多 为什么 天自豪 再者说 在北国也是 受高人的传授 名人的指教 跨下马 掌中一条铁背造鹰枪 他这厉害了 一般人使枪 木头杆 前边是枪头子 枪尖 他打这枪杆 就是铁的 铁枪杆 前边带枪尖 您琢磨 两帮履历过人 要没有点力气 能使动大铁枪 所以他使的 这叫一条铁背造鹰枪 万夫不党之勇 曹宁带领一支人马 奉老郎主之命 来到军前报校 到小商河金营这 有人禀报 乌珠说了一声请 叔不要麻烦 小将曹宁进帐 见过四郎主金乌珠 说明来意 乌珠大喜 又添生立军 也知道这孩子 两帮履历过人 那武艺高强 说 你远来一路疲乏呀 这样 暂且休息休息如何呀 曹宁一白手 四郎主 小将我既然来了 既来之则安之 我怎么能休息呢 我也不累 听说岳飞帐下 勇将如云 小将我不才 我愿意 事上一事 比上一仗 好 金乌珠一听 出生的牛犊不怕虎 小马乍行 闲路窄 大鹏展翅 恨天敌 好 给你个机会 你试一试 乌珠传令 叫曹宁 军前讨敌 曹宁出德账外 班杆任等 乘跨刁丸 跨下马 掌中铁背造音枪 带领本部人马 可就杀到 小伤核对岸 输不要麻烦 到这一看 曹宁把嘴一撇 我在北国竟听说 这岳接军多厉害 多厉害呀 到这一瞧 怎么还挂免战牌呀 喝 这是打不过我们 看来呀 盛名之下 其实难复 这岳飞岳鹏举啊 不过徒有虚名而已 哎 打手英们的小校听真 你家将军曹宁在此 宿命你们越元帅越飞 前来会我 没事 挂这么一个遮羞的牌儿 做甚呢 他到会起名 免战牌不叫免战牌 说这叫遮羞的牌儿 那意思 这是给你脸上啊 遮着羞愧 你凭什么挂胎 小校不敢怠慢 撒脚如飞 进去禀报 来到中军大帐 岳飞正然升作中军帐 建大帅秉明说 现如今营外啊 来了一员小将 不是那位二殿下 完颜乌鹤龙了 自称姓曹叫曹宁 前来讨敌 哦 这个 岳鹏举 威以沉吟 那位说这是为什么 换人了 不是二殿下 完颜乌鹤龙来 换了一个人 叫曹宁 岳飞呢 又没听说过这位 所以岳飞这一犹豫 威以沉吟 这很正常 您搁谁也如是 您比如 学生上课 本来教数学这个 张老师 结果突然这天 上课零响 进来这位 王老师 大胖子 王老师来了 呦 他这 他这不在 一直在食堂工作吗 他还能教数学 他来一打听 哦 这位 这 数学系也毕过业 啊 后来因为食堂 人手不够啊 掉食堂去了 但这位 甭管怎么说 一进来学生 他也得纳闷啊 那怎么张老师 没来换他了 如是一礼 今天一说 讨迪骂镇 这个换人了 叫曹宁 岳飞没听说过 岳飞这一含糊 账前有两位 看出便宜来了 您听我用这字眼啊 看出便宜来了 认为今天这仗啊 好打 我们俩出击能力功 哎 这不是那完颜乌和龙 要他来 我们俩打不过 换了另外一人 二位认为这是便宜 双双出班 元帅 末将不才 哎 自来到军中啊 寸功未利 今日听说 有藩将讨敌 我二人 愿出迎一战 岳飞顺声音一瞧 说话者非是旁人 账下两员偏将 一个姓徐叫徐庆 一个姓金叫金标 徐庆金标 两员偏将 这徐庆呢 评书里叫徐庆的很多 哎 您听七甲五义啊 三爷穿山鼠叫徐庆 浑浊猛漏 这除了劲儿大呀 别的优点没什么了 啊 再就能吃了 哎 这个 皮糙肉厚 啊 一般的兵人呢 伤得呢也费劲 所以就能穿山 你想啊 这个力大无穷 他能呢 一般 儿子可了不起 好 两道白眼眉 您说您听书 谁不知道两道白眼眉啊 这么多评书里就这一位 再没白眼眉的了 啊 那白眼眉的都得七老八十 往上的了 那老建客啊 那白眼眉 年纪轻轻 两道白眼眉 好 多被人熊三手大将 山西眼徐良 徐世珍 白眉大侠 徐良那还了得吗 这就是 这个子一辈 比富一辈 要强得多 那么说月里 这徐庆呢 还不递七侠五义 里的徐庆 七侠五义 里的徐庆啊 哎 就算个 说不好听的话 在他们哥五个里 就算草包了 这徐庆比他加个更子 徐庆金标 这二位是当初山东 卧牛山 归降月飞的 卧牛山上五家寨主 大爷叫锦袍将军月真 二爷胡天宝 三爷胡天庆 四爷徐庆 五爷金标 这二位 胡天宝 胡天庆 已然死在陆文龙腔下了 今天这二位出来 要见仗 他们的收缘结果 我想您也就明白了 二位 自高奋勇 要出去会会的曹宁 岳飞一想 这元将没见过 叫他们二位出去试试 也是好的 二位将军多加小心 料也无方 还挺狂 两个人 出离大仗 到外边搬杆任凳 乘跨叼湾 带领本部人马 三声炮响 杀出大鹰 两军对垒了 徐庆跟金标说 兄弟 你替我关笛掠阵 我先上 金标得累 看您的 徐庆一催 坐下马 掌中长柄大砍刀 来到两军疆场 对 太保未退 乳秀未干 你 你叫个什么虫子呀 叫个什么虫子 有问叫什么虫子呢 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呀 问你家将军 我呀 姓曹 我叫曹宁 曹宁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没关系 今天这一仗 就叫你听说听说 也不对 这一仗之后啊 你连听说的机会 都没有了 啊 好啊 这是为何 你 使了 哎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周年忌日 呵 这孩子 敢说这朗言大话 来来 撒马一来 徐庆啊 没拿着曹宁当回事 曹宁呢 更没把徐庆放在心上 还让徐庆先进招 徐庆一琢磨 我这一刀下 你就完了 把马一催 掌中长柄大砍刀 这一竖 撒 泰山压顶 这一刀啊 就到 这位曹宁 曹将军呢 看 不动 那时候为什么呀 提早动啊 他可能得变招 哎 我不动 我等到这招数 时老了 我再治他 这就叫一高人胆大 这等着 这尺寸要 把握不住 一刀下去 这人完了 哪有等的功夫啊 哎 人家这曹宁这孩子 胆就是大 人心里呀 有蠢量 一看 哦 这刀离自己顶梁不远 他变不了招了 插 猛然间就在马上啊 把身形往旁边这一闪 徐庆这一刀不光走空 力量使得太大 而且招数用老啊 变不了招了 这重心插 往前这一栽 曹宁躲过来 看着他 哦 你重心不稳 栽下来了 我给你一下 曹宁把铁背噪音枪 往前一地 都没容啊 徐庆把刀啊 收回来再往外封 太快了 这就是高手过招了 不容您想 一枪枪挑 徐庆 哎呦 金彪在后边一瞧 哥哥 我要给你 刚想说我要给你报仇啊 这时候曹宁啊 这一匹马马快如飞 可就到了进前了 金彪呢 掌中是一口三尖两刃刀 还想正蹦正蹦 等他刚把这刀举起来 曹宁快 什么叫快 这就叫快 这边刀刚一举 您琢磨 这一举刀 这刀在上边 前边整个 大开门 这都是破绽 胸前整个露出来了 他这刀举起来 说再往下落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曹宁已到尽前 铁背噪音枪 往前一滴 金彪啊 还不如徐庆 徐庆跟曹宁还说两句话 金彪连句话都没说 一合未走 眨没眼的功夫 连胜二将 徐庆金彪叫双双毕命 小校撒脚如飞 回去禀报岳飞 岳飞吓坏了 张宁 你去应战 先是张宁 张宁完了 银锤小将 严成帮 等等等等 一众众将 占不下这位小将曹宁 曹宁 继陆文龙之后 又把宋盈众将 杀了个大败亏叔 与此同时 各位 王佐在仗中 可也就想出主意了 要效仿成英 挂画献徒 也以此咒 是税反陆文龙